他说什么男人 我也不知道 也许 你放心吧 我不会怎么样的 我只是想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我只是瞎猜的 也许根本不可能呢 他说过什么 你告诉我呀 也许 是正中的同学 是嘉勤工作杂志社的摄影师 是这样 他是有了别的男人了 我真笨 这样没有缘由地离开我 还能为什么 我只是不明白 他能隐瞒我隐瞒得这么好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杨选 你也别太着急了 杨选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期杂志的销售量出来了 怎么样 比上期提高了20% 超过了所有同理型的其他杂志 排在第一位 这的确是让人很振奋的 现在实际上杂志这么多 我们能够保证这样的成绩 可以说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投资商对我们很有信心 我相信广告也会跟上来的 那我们有没有奖金啊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下去 比如说奖金 年底 所以我答应大家一起去泰国度假 这期的关键呢 是我们的大片受到很多的好评 七位干得不错 还有要谢谢我们的临时工嘉秦 希望你能考虑留下来 留下来吧 怎么样 你看到了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 又是啊 又是啊 好 我就代表本杂志社全体员工 热情的邀请嘉秦同志 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就是啊 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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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秦 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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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泰国有望了 去泰国有望了 你怎么来了 你好 你们 你们认识 她 我们是在新疆认识的朋友 你也去过新疆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 那你们是 我是她的前人男朋友 她 对 我去新疆 就是为了找她 没想到 你们都是老朋友了 对 对 我去新疆 就是为了找她 没想到 真是太巧了 你跟我来 她就是那个男人吗 你告诉我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是哪个男人让你离开我的 没有男人 那为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只想一个人过日子 不会这么简单吧 你要我说多少遍 你才能明白 爱没有理由 分手也一样 没有理由 我想要的 就是非的感觉 并不在乎落在什么地方 我不懂 所以我们已经不能在一起了 虽然我们曾经 是一对恋人 但却是多么陌生的恋人 脱离过去的恋情 是需要勇气的 特别是在对 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没有犯下写出错误的时候 可我已经不想了 如果我现在没有勇气 脱离自己不满意的爱情 那我还什么时候可以有呢 对不起 你好像很少跟别人说对不起 这是她男朋友吗 好像是英文 好 好 好吗 没问题 然后去完就把这张去扒上去吧 可以 可我没听说她们有什么 自从私情啊 乃叔 你们在干嘛 好 就用这张子 七伟 拿一下 我先去 什么事啊 他把马先生给拒绝了 你不会不知道 马先生和喜悟他吧 感觉得出来啊 加清这个人啊 不简单啊 不简单啊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 你们 哦 你们都想多了 我送你吧 我来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个不知道车技如何的人 应该不太会紧张哦 现在你知道了 你完全可以去做一个赛车手 车子开得快了 让我有种想飞的感觉 我家里还有一对天使的翅膀 下次我一定记着戴着 这样就可以飞了 分手的事跟你无关 我是怕你多心 杨选其实还是个不错的男人 只不过他还没学会表达感情的方式 你知道男人有些时候对爱情的表达方式是只做不说的 从他的一举一动当中我看得出来 他心里还是很爱你 你应该再给他点机会 已经五年了 难道时间还不够长吗 可是时间不说明问题的 可一个女人又能有几个五年呢 不管怎么说他还爱着你呢 再说他好像也准备要改变自己 爱情不能是单方面的 面对爱情我要诚实 你真是一个对感情要求很高的人 没错 为什么男人总是要向着男人 不能换一个角度 正在女人的立场考虑一下呢 你是在说我吗 算了不说这个 我已经决定了 留在杂志社 我喜欢这份工作 好欢迎 谢谢 谢谢 有什么事吗 对不起 我 我想请个长假 什么 我想休假 现在这么忙 你不要跟我自欺 只要你好好表现 我还是会让你重新负责那个案子 跟这个没关系 我想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杨雪 来 您认识他 我和他 不说了 已经不重要了 你说 我和他 我的胜算有多少 你 如果 如果 是个清醒的女人 你最后的胜算 将在百分之百 可是 因为是佳琴 她并不按常理出牌 表面看上去 像这杯柠檬水 清澈 疑人 可谈起恋爱 却像个辣椒 可惜 我并没有看到她的那一面 因为你是个 头脑清醒的男人 可是在佳琴的眼里 我只是一个无聊的男人 杨雪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要知道 我们一家人 还都希望佳琴 最后会嫁给你的 好过上正常的生活 你放心 我们会继续劝说她的 正常的生活 好 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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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杨先生快醒醒 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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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杨先生 杨先生 快醒醒啊 我脱不动你杨先生 早点看诊呐 以后呀 可千万别为了灌煤气啊 这个人的你关天 哪会不能 保安师父 快来帮个忙 怎么了 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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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杨先生 杨先生 你昨天喝了多少酒了 醉成这样 我没事 你没事 可差点儿呀 出了大事 楼上那晨晨 忘了关煤气 你不知道 那全楼都是煤气味 要是谁不小心点个火 还把这楼给炸了 真选呢 还有 你把我和 我姓林 对 你姨妈跟我设计过 我和林小姐 还真以为你 没去晕过去了 你是 哦 我住你家楼上 我是来帮我姨妈看房子的 都亏了林小姐 他敲了门才进来的 你要是不行呢 说不定真的没气中毒了 真是太感谢了 你胳膊怎么了 不小心自己碰到的 没关系 太感谢了 好了 那没事 我先走了 以后呀大家都小心点啊 我也走了 你没事吧 没关系的 自己擦点药就行了 我送你 不用送 不用送 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再见 嘉心提出的策划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先说了我的意见吧 如果能把时装和文化 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特别策划 倒是很有意思 但是做起来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要找资料 找图片 还有翻译国外的文章 目前我们人手十分紧缺 编辑们已经穷于应付 如果做不好 还不如不做 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不太契合时机 我的感觉呢 是离我们的杂志风格远了 这毕竟是一本流行杂志 是个年轻人看的 讲太多文化的东西 我想没人愿意看 没有做出来 怎么知道大家不会看呢 你说的有道理 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 培养了固定的读者群 知道读者想要的是什么 你说的气味 对不起 我的表停了 现在几点了 三点四十了 这块表呢 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这是他自己做的 这上面每个零件 都是他从那些旧的表上 拆下来然后重新组装的 在他眼里这是个无价之宝 但是用的人却很苦恼 因为他经常走不准的 可你还一直戴着他 没错 那是因为我欣赏他 不过我想除了我 恐怕没有那么多人 愿意戴这块手表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不能只强调个体 坚持自己的想法 我们作为一本大众流行杂志 但是我想关注更多的人 才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随波助流吗 如果能一直飘在浪尖上 我想也算是一种成功吧 但是切记的是 取高何果案 对不起 我对平衡的东西 也不太感兴趣 扎琴 你的想法和魄力 我都很欣赏 但要从实际出发 所以我才做这样的计划 不魄 不理 当然 这也需要有共识的人才行 我看我们这边讨论下去 也没有什么结果 如果家庭坚持 我看可以让他拿出 个详细的方案 我们在意 对不起 我想再说一点 我之所以留在这儿 是因为我想更深入地 介入这本杂志 而不是只做一名服装打废师 我留在这儿 是我的一种选择 我希望我的选择没有错 你的意思我明白 我们不谋而合 所以 我想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 这样没有错 好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样吧 这个策划由家庭来负责 大家散会 如果人手不够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这份工作 他可太倔强了 说服他很困难 不如让他自己去试试吧 小周 你帮我对一下这个 嗨 各位各位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 那个主编付钱 好 佳琪 一块去吧 不了 我还有很多资料要做 那也得吃饭呀 不给其他面子 这跟面子没关系 好 咱们大家去吃饭吧 好 你疯了 带我到这种地方来 给你个惊喜吗 什么惊喜 欢迎光临 两位在这边请 太贵了 我们 不用怕 我是有伴的 来 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惊喜呢 我说了你肯定高兴 我有个朋友的朋友 认识赵的老板 他说如果我们在这办喜宴 可以给我们打对折 怎么样 如果在这办喜宴 那么可真有太有面子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来试吃一下 来 一愣着干什么 吃啊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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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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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我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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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你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我考虑一下再说吧 你有事啊 其实也没什么 没关系的 有事你就去忙 反正饭 什么时候都可以请 那 那要不我先走 再见 再见 对了 以后不要喝醉了 对身体不好 喝一样的 除了葡萄酒 还有别的吗 那你给我来最猛烈的 你呢 给我来杯水豪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你误会佳晴了 我们之间 真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你是为了她 才来找我吗 不是 你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 你们的事情 你们自己去解决 我之所以找你 只是不想让你误会佳晴 因为那样对她不公平 公平 她这样离开我 对我公平吗 可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是难以预料的 佳晴是个 很有主张的女人 但是她绝对 不会骗你了 所以你应该相信她 这样对你们俩 都有好处的 好处 什么好处 她能再回到 我的身边吗 也许吧 只要你试着去了解她 就像 就像你面前 这杯酒一样 她是浓烈还是甜蛋 要靠你自己去品味 说得容易 可我只尝到了这酒的苦涩 苦尽就会甘来啊 够了 你不要说了 我不想听 有句话我想问你 你敢说 你敢说 你跟佳晴只是普通的朋友 你对她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你还想那句话 那个年轻人 看起来当蛮聪明的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你现在难得糊涂 不容易啊 好了 好了 给我一杯酒吧 对了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是什么的 有个客人给我送了两颗寒蟹草的种子 我照他的话把种子埋进了头里 浇了水 他说应该在十四天以后就会发芽 你相信吗 我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他会努力让自己扑土发芽的 你不信 我们打个赌 好 我就给你打个赌 有些东西如果他要来 你想挡也挡不住 这会儿 dry 好 我们都想再来 喝什么 有什么 不想再来 不想再来 我来 在喝酒 你说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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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把头 映在我的腿上 对不起 我 没关系 原来爱情可以如此痛苦 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你要天天喝醉了 以前 我最怕的就是喝酒 那你现在还爱她吗 其实 人总是很犯贱的 在你拥有她的时候 不懂得珍惜 在失去她以后 却才知道她的可贵 人生就是这样啊 而且爱情是不公平的 你会因为你爱的人 曾经为你看过一次车门 而感动不已 你却会忘记你不爱的人 曾经殷勤地为你开过上千次的车门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一直听我堕口水 听我拉打 谢谢你 别这样说 其实 你这么痛苦 在我看来很羡慕你们 你们的爱情 对我来说好像是童话一样 那样的不真实 别误会我 是我自己的原因 轰轰烈烈的爱情都是别人的 可是我自己的 总是那么平淡无奇 那你是什么样的感情 你和那个 要结婚的人 是什么样的爱情 我 爱情 这两个字说起来怪肉麻的 这两个字说起来怪肉麻的 爱情弹起来都很肉麻 你真的要结婚了 这段时间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庆幸地回来 难得 祝你做个好梦 希望如此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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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到底在找什么呢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在冷水里 她是在冷水里 她的冷水里 还有一些 每一帮来 房间 不是 都注意到 游 franc 有一点 时候 能不能 strips 喂 喂 还在办公室啊 对 有事吗 不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跟你再谈谈 没有这个必要 我自己应付得了 谢谢 拜拜 喂 七伟 是我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是你啊 去跳舞吧好不好 我今天太累了 不出去了 你们玩吧 那好吧 拜拜 再见 这没想到 爱情会把一个人变成这样 好几次我被她说的都快掉眼泪了 你也太多愁伤感了吧 为了不相干的人流眼泪 如果是你 你也会的 你跟男人人这么痴情 如果是她的女朋友的话 该有多幸福呀 可惜她不知道啊 看样子啊 你是真的被感动了 那我可要见见你这位情深邻居 看她有何许魅力 把你感动成这样 好吧 如果她不喝醉的话 也不知道我又没有时间 我现在就快忙疯了 准备出庭案子的资料 比我人对的还要高 我该怎么办啊 太夸张了吧 骗你是小狗 最可恨的 就是我那个男搭的 一个大男人 遇到点麻烦 就怨天怨地 糟蹋自己 说请假就请假 害得我一个人做苦力 男人啊 你可千万不要轻信他 也包括你那个邻居 可他不一样 真的我相信他说的话 所以啊 你总是上当收编 如果您对我们 这次的试刊不满意 我们将采纳您的意见 进行调整 好的好的 我知道 我会向主编反映的 再见 夏琴 来我办公室一下 夏琴 来我办公室一下 是个错误 你有什么想法 这都是我的责任 我给你去 machen 我给你去找他 在我们的计划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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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样做下去我们肯定会赢 你还要再加把劲 等一下 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杨选她也有功劳 我知道 只是她太脆弱 我并没放弃她 再给她一点时间 看看她 还能不能好好恢复过来 您说的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知道你们两关系不错 您也好好劝劝我 您放心 包在我身上 哥 很能吃吗 饭可以不吃 蛋糕却不能不吃 如此爱吃甜食的男人 少有 如此爱穿宰困的女人 少有 你怎么不干脆告诉我 你们分手的事 是 别说了 我不想起这件事情 我们大学同学这么多年 怎么算也是老朋友 出了事也不告诉人家 害得别人替你担心 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我可以借肩膀给你用啊 你 我可不敢 就是告诉你 你也不能理解 谁说的 你又没交过男朋友 那又怎么样 难道女人一定要有男人才行吗 那干嘛上地下创造男人和女人 我怎么知道 为什么我们俩说话 就像在法庭上辩论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是律师 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律师 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你知道现在我都忙成什么样了吗 不是说工作可以让人忘记痛苦吗 你还不快回来工作 对不起 目前我正在休假 休假 拜托 你不要把你的痛苦转将到我的身上 你知道吗 现在每天我只睡五个小时 那我也没见你瘦啊 真是奇怪 女人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的是那么温柔 有的却跟你一样 那么满横无礼 谁温柔啊 我的邻居 又是邻居 什么都不说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工作 再说吧 再说吧 很有心ку 电影 带了 突然她转松 ff 到